巴布亚新几内亚今天接连发生三起强烈余震 其中最大规模达6.0 同个地点上周才发生7.5强震 是近一世纪以来最强烈的地震 至少造成31人死亡 根据路透社报道 美国地址调查所指出 南高地省山区今天清晨发生三起规模大于5.0的余震 镇央位于首都摩斯比港西北方约600公里 其中一起还是规模6.0的浅沉地震 一位赫拉省的行政官员在距离镇央约40公里的塔里 接受电房表示 整个晚上都在摇晃 且差点就被摇下床了 同个地区2月26日就发生规模7.5强震 引发山崩建筑物被夷为平地 当地的石油和天然气作业赶紧暂停 发布亚新几内亚总理欧尼尔3月2日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并承诺提供1亿3500万美元的政府援助与军方协助 根据红石资汇表示 这个地区位于偏远山区 没有大型都会中心 镇央周围100公里处 约有67万居民 当地官员指出镇央附近村落遭土石掩埋 至少13人身亡 其他大多数伤亡都是在首府曼迪 以及小镇塔里传出 新闻时事报记者陈凯婷整理报道